好 另外也是最新的焦点提供给您 这是大学即将要开学咯 这宜兰这位辅大的大一的新生 之前呢 收到校方没有分配到床位的通知 上网分享 遭遇发现哦 跟他相同遭遇的同学不在少数 打破以往呢 学姐几乎哦 这中签的惯例了 我们立刻把时间交给记者来了解 好 主播各位观众就要开学了 但是呢 辅文大学的一年级来自宜兰的新生 现在却传出有二十几位的新生 没有宿舍可以住 必须要在外面租房子 不过呢 这个新生就抱怨了 因为在外面租屋呢 一学期要一万多块 但是比起这个学生宿舍呢 足足贵了一倍之多 但是依照这个往年的惯例哦 其实这些来自外县市 包括中南部啊 基隆 宜兰的学生呢 其实都会有宿舍可以住 但是今年却有将近二十几名学生 没有宿舍可以住哦 他们就质疑校方呢 是为了将这些床位 保留给大陆的学生而牺牲掉他们的权益 我们来听听学生说法 他说有让一点点的空位给他们住 所以我们没有 我们就是完全没有 宜兰人完全没有参与掉抽签这件事情 你知道会很生气 对 就是我们就宜兰地区的就是家长 大家就是会很震惊啊 因为大家以为原本都会有宿舍 所以对 大家都很生气 你会因为陆生或乔生而排挤掉 这个其他外先生 绝对不会 因为我们不会因为我们的陆生 今年是57位 那本来就在规划中 所以并没有因为陆生的关系 然后把本地生的这个权益受 这个这个排挤掉了 对于学生的质疑呢 校方也立刻做出澄清哦 表示今年因为来自中南部的学生呢 他们住校的需求比往年还要多 因此在这个床位的安排上面呢 也就挤压掉了这个宜兰部分的新生了 但是如果有抽中宿舍的学生 他不住校 新生仍然可以候补或者是将会安排他们到校外的宿舍来住宿 不会影响到新生住宿的权益 以上是目前为您掌握到情形 镜头交换棚内 好 谢谢凯轩的连线报导 稍后会有完整追踪讯息